为了练习刀工 王永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练习两个小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图人比赛 获得很多荣誉勋章 特别是刀工堪称一绝 被世界厨师联合会预备中华刀王 最好的记录是罗伯斯穿针十八根 至今无人超越 因为在水里面我们才可以看清楚他 是吧 你看他牙签一条 他一吸附在上面根本就看不见了 是的 对 你看在水里能看到 捞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非常软的 你看贴了上面 对 手持锋利菜刀 从萝卜上平切出几片薄如蝉翼的萝卜片 再将萝卜片切成细密的萝卜丝 一小撮萝卜丝放入水碗中散开 可见一根根飘起的萝卜丝 细超发丝 随便捞起一根 即可轻易穿透绣花针的针笔 您用的是几号针呢 最小的一个针 你可以看一下 试面上用的 咱最小的一个针 五号针 所以您那个丝要比头发丝还要细 是的 2013年是13根 基本上每年增加一根 我的最好记录就18根 个人最好的一个记录 也是我们初始界最好的一个记录 今天我看 超常发挥 还能穿一根 19根 19根 我觉得还能穿 你又一年一根 一小年十三根 试试就还能穿一根 来 我们试试 20 哇 20 20 耶 20 王永祥刀工几十年不间断练习 这次挑战20根萝卜细丝 穿针成功